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冰球是一项很讲求心理质素的运动 如何才可以在来来回回的球赛上 找到智性的关键呢 成功的背后 除了运动员的自身努力之外 身边人的支持也非常之重要 今次我们故事的主角又是哪一位呢 我觉得奥运这件事是很神圣的 而且是一个对于运动员来说 最大的一个舞台 当时就觉得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我知道全香港的家长都很想 从道山道太当中了解一下 究竟你怎样可以培育到阿杜 在奥运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其实我想都是无心插漏的 绝对不是刻意安排海琴去参与兵阴球这个专行 那都是当时哥哥开始去学冰冰球 那妹妹其实因为妈妈认为她是女孩子 就学一些譬如跳舞 弹琴 但是这些都不是海琴要的东西 见哥哥打冰冰球 因为她开始练习的时候 她练习的时候她也很有兴趣 嗯 那就是纏着妈妈说要学 那就是都可以了 让她试一试 一试就爱上了冰冰球 在中三的时候你就决定转成为一个全职的运动员 这个决定背后有什么因素呢 其实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打冰冰球 其实我自己就没有什么糾结过 我觉得相反可能是爸爸妈妈 他们的感受会比较深些 而且他们都很犹豫是应不应该让我转成全职 想去转成全职运动员的时候 都要尝试说服你们两位 那当时你的感受又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一个集体的讨论 但是内定了 就是我认为都是会支持她做全职的 但是其实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有点不舍得海琴失去了寶贵的校园生活 同学的友谊 在校园一起成长的生活 他就有一些缺失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奈何 到他今天在奥运奥岛这个榮圆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19岁的时候经历了挺大的困难 经常输球 你们当时怎样鼓励她 刚刚她由青少年去到成人那一刻 别人都比你打得更加久 别人也经历过很多输才会赢 你现在才刚刚输 应该输多一点就会赢 另外也想问一下杜生杜太 你们在培育子女方面的经验 有没有什么想和其他家长都分享 我先生就比较严 我就是宽松那一种 可能之间会中和一点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报一些活动 兴趣班给她呢 都是想她们玩多一点 我觉得童年应该多些开心的时刻 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有她自己的特质 只是你未发挥到她出来 人一定有她自己的专长 看看怎样去发挥 一定要沟通才知道 一常的生活里面来说多些聊天 从这方面去 不是很正规地问她 你喜欢什么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不敢说 她想满足你 可能她知父母想她多读书 她不敢说 是要陪她多一点 在一些细致上的方面去发挥她出来 我想都是相信、支持、鼓励 主要都是正面方面的东西 甚至乎我刚才说定立目标 都不需要下达一个死命令 好像工厂生产那样 你明天要交货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 所以她自己也知道她自己的目标 我们在后面就默默地支持她 我想就会帮助她去达成 支持正向家长运动